我最喜欢早上就是一晚上工作 然后呢看到纽约从这个出生的太阳 把这个整个的摩天大楼全部这种 看着没有从窗子上全部营造出来的这种 粗粗的太阳的红 多漂亮 这城市太有魅力了 每一个建筑都有无数的传奇 是吧 你看看 每一个建筑 每一个建筑 你看看 咱们住的咱们这个18楼就是在这个第五大道 和59街交界点 交界点 然后你看到对面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办公室 所以说你看 所有这些楼 然后你看中央公园这种最原始的公园 这种感觉 是吧 太棒了 这是中国大清朝时期建设的城市 咱们中国人现在还有几天有大楼啊 就是已经是骂骂咧咧咧咧了 你那个楼跟这楼的质量是天地之差 这个楼 这个楼是一个叫斯坦威大楼111号 就是斯坦威钢琴的总部 那个玻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 这个就是这个石头的白的这个 这个白的叫做公园220号 就是蔡中信买的2.5亿美元 还有马云买的楼都在那个楼 这个是川普大楼 原来我住这儿 这是时代华纳 时代华纳总部 然后这是原来川普的帕勒斯酒店 所以说刚才这个国内的战友给我发信息 七哥 现在的纽约是起来了吗 天亮了吗 正在天亮中 正在天亮中 刚才我已经录了个小视频了 我把这点录给大家 太棒了 感觉好不好 战友们